未来的路在何方 文章来源 哲学新观察 主播 李卷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验证 回过头去看自己曾经的判断会更有意思 我的公众号写了我个人的一些判断 这次危机包括2月的生化危机 3月的大危机2020 4月没法再吓唬人了 光说危机没用 想想怎么办吧 我试图用一种重复的思维方式 来推演未来的解决方案 要搞清楚未来之前 我们要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 这次要说得更直接明了些 不绕弯子怕得罪人心了 第二是中国的文化核心内容是什么 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 因为好的文化就在我们身上 谁也夺不走 静下看看脸上的雀斑 宁可放大点 看清楚了对未来的进步有好处 在分析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时候 会发现和美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沟通时 可能存在的文化屏障 然后是未来演变的两个方向 一个是和而富 一个是分而穷 一条路是1949到1979的孤立模式 一条路是1989到2019的世贸模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 新中国1949年成立的 当年出生的人现在71岁 也就是现在70岁以上的人非常清楚 中国人过去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的变化 如果从中美关系上 我们可以划登为1949到1979的隔离期 1979到2001年的友好期 2001年到2018年的高潮期 这两年是动荡期 边斗争边合作 2020年是一睹国运的关键时刻 中国的发展契机有两个里程碑 一个是1979年中美建交 一个是2001年加入WTO世贸组织 1979年我们有多穷 农村里找不到一张白纸 穿衣服靠家里的织布机织粗布 除了农具的铁器外 村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产品 没有见过塑料袋长什么样子 当然了 那时候穷的没有环保问题 白天蓝天白云 夜里漫天的繁星 到1995年的时候 我看到了汽车 但还是很穷 在洛阳唯一的设外宾馆 洛阳牡丹大酒店的门口 我第一次看到旋转的玻璃门 我恍惚了 我觉得那个三星级酒店里面 是一个高档的我 从未触及过的世界 是梦幻般的繁华 在深圳的天桥上 我看到一个饭店里面 有父亲带着年轻的孩子吃饭 我感到震惊 这是该多么富裕的家庭啊 什么婚丧嫁娶的大事没有 竟然去饭店里吃饭 那是内地平均工资大概只有300块 洛阳石化月薪800块 在河南是令人羡慕的大央企的工资 2000年的时候 入WTO前夕 中国的企业还没有进入世贸的圈子 经济发展还是很有限的 当时外企的工资还是很有优越感的 去上海买房子 60万预算的房子 可选择的是外环的康桥半岛别墅一套 或者是内环内的 徐家会花园一套三房 或者是陆家嘴花园大三房 买房子还送上海市蓝印户口 可以看出来 先是经过了1979年中美建交后 试探性的了解和谈判 一直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才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 在这之后 中国人富起来了 加入WTO后 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数据说话 从1949年到2001年 这50年 中国的贸易顺差累计是 1352亿美元 2001年到2019年 这入世贸19年间 中国的累计贸易顺差是4.65万亿美金 其中2019年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959亿美元 全球贸易顺差4217亿美金 什么概念 中国仅2019年 从对美国贸易挣来的外汇 是1949年到2001年50年 中国累计赚到外汇的两倍多 有了这笔每年 对美贸易盈余的3000亿美金 中国才有稳定的汇率 中国人才能出国旅游 买买买 你可以说你爱国 你永远不出国 但不等于汇率和你无关 有了这些外汇盈余 我们才有钱进口大量的粮食 如果外汇飞涨 不要说猪肉吃不起 馒头你也吃不起 你可以爱国不吃饭 但你没资格让别人一起饿肚子 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讲得很清楚 合作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是GDP世界第二了 我们就要超越美国了 中美之间必须要通过斗争 来获取世界领导权 那么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 伊朗的情况 我们对美国会有更多的认知 在19世纪70年代 仅有2000万人口的伊朗 GDP世界第九 人均收入亚洲第一 伊朗那时每年的石油收入 是200亿美金 那么70年代的中国呢 国家外汇储备才1亿多美金 1979年之前 伊朗是亲欧美的政府 1979年伊朗爆发了 伊斯兰文化大革命 霍梅尼骑着月亮告诉伊朗人民 国王腐败 理通外国 号召人民走上街头抗议 霍梅尼承诺 他会给本国人民一个更加公平 更加美好的伊斯兰世界 1979年11月4日 德黑兰大学生围攻美国大使馆 烧美国国旗 将66名美国使馆人员扣为人质 危机爆发后 美伊战争在即 伊朗人民在美国的压力面前 空前的一致 高度拥护霍梅尼修改宪法 成立了宗教高于一切的新政权 到2020年伊朗和美国对抗了40年 伊朗成为中东地区产油国里最贫困的国家 本国货币2万里亚尔兑换1元人民币 伊朗有着世界第一的油气资源 金矿 铜矿 水泥矿的资源 也有着中东最丰富的人才资源 这个国家至今一贫如洗 我遇到的伊朗最著名的德黑兰大学的双硕士毕业生 毕业了N年之后的工作 是到中餐馆教波斯语 我遇到的另一个伊朗重点大学毕业的学霸 毕业10年后的工作是临时翻译 德黑兰北部AVA中心的咖啡馆服务员都是大学毕业 他们的梦想是逃到欧洲当难民 2019年年末 伊朗国家石油部在NPC召开全国的项目报告会 参会的12个重点项目 停工率是100% 一群伊朗最聪明的光头大脑的企业家和博士们 坐满房间出谋划策 大家只能贪贪手 没钱 没技术 等中国人帮我们 2019年末 撤出伊朗市场的中国国有企业接近百分之百 我知道的所有大企业都离开了伊朗 中国远洋 中航 中石油 中石化 中国烟草 这一切只是因为2018年11月 美国财政部的一张制裁令 我无法想象 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国家的部门 如何做到制裁伊朗的 但我不得不接受现实 一个零外资石化项目的伊朗 一个第三国也无法提供技术和设备过去的伊朗 一个嘴巴依然很强大的伊朗 伊朗过去40年间也有几次试探修复和美国的关系 总统鲁哈尼最近仍然想以疫情为理由 让美国放弃对伊朗的制裁 在没有得到美国回应后 另一个主角哈梅内伊 在3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表明美国人想帮助伊朗 但被他拒绝了 强硬的反美立场 再次收获了伊朗爱国群众的掌声 蛇战美国及英国 德国丹麦等诸多西方列强 不是能不能赢敢不敢战的问题 是中国要不要发展经济和发展民生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 可以用蛇战打败中国 同样用汉语饶蛇 也动不了西方国家的分毫 看也看不懂 翻译后看懂了也只是加深敌意 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蛇战伤得自己人的心 团结的是外国人的心 引来的是狭隘和隔离主义者的实践 全球化的终结 昨天的那个世界再也回不去了 那也不一定 我想未来取决于各国之间 是否能跨过文化屏障进行有效沟通 2.中国文化的劣根性 今天看到朋友圈转的一个文章 前上海佳化的董事长葛文耀退出了两个老朋友的群 葛文耀是这样解说他的退群的 最近我退出了两个同年龄的群 因为群里一谈到国家大事分歧就很明显 这个年纪谁也说服不了谁 而且老想去说服人家也是一种固执 所以就眼不见为敬 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 长在继续革命中 斗争意识强 有大无畏精神 但是多数人读书少 历史知识许多是虚假的 思想方法有些片面 加上当前正统的信息 全是舆论疑虑 其他消息真假难辨 被删掉的不一定都是假消息 不删的也不一定都是真实的 由于不能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 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交替作用 只能在别人为他描述的世界中自我麻醉 我了解这受苦的一代 同情这一代人 是时代造就的这一代 是最任劳任怨的一代 是最容易统治的一代 就是我以前也引以为傲的老三界为主的一代 这是一个代表事件 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 对中国未来的看法 被老红卫兵们彻底打倒了 然后看到评论文章 大意是不少大佬都选择了沉默 一般人更要对小人和恶人退避三社 任他们去 但是如果对谬误连争辩的机会都放弃了 如果对小人每次都选择逃避 都去选择明智的如佛 那么中国孩子的未来在哪 假如这个事件背后的文化继续蔓延 那么这事不小 对中国文革有所了解的中国人都会感到害怕 所谓的爱国民意最终会形成洪流 再次以文革为名 颠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生态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像上海佳化董事长这样的企业家 科学家还有改革家 都可能会因为通敌或剥削 被爱国爱民族的红卫兵战士 踏上一万只脚 永世不得翻身 立场之争的背后 是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带来的 不平衡的心理基础 加上民族文化中被移植进去的劣根性 在一致对外的借口中慢慢发酵 三 什么是中国文化 一 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在历史的迷雾里 这么大的话题我不敢谈 各位尊敬的读者可以找到一些书籍去了解下 我个人的粗浅理解 是文化是一个国家人民评判是非的价值观 做事的习惯 各种仪式和习俗 是各种著名的作品里的角色 和英雄模范人物对社会带来的象征意义 历史文化总归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发展的 传承需要一个稳定的载体 那么如果看中国自宋以来的历史 因为朝代更迭 因为巨大的民族冲突甚至杀戮 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 伴随着一次次颠覆和灭绝式的打击 已经丢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中国的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 哪些是需要传承的优秀中国文化 哪些是特殊时期被移植进来的劣等文化 这本身就是在迷雾中 因为历史书是活着的人写的 是根据胜利者的意志改写的 中国的老话叫做成者王侯败者贼 我们在引用民族文化为自己打气的时候 确实是需要慎重的进行独立思考 否则很容易迷失 比如为什么有时候是大丈夫顶天立地 隔天就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们曾尊孔子为圣人 我们也曾认为孔子庙是旧事物 要彻底砸烂旧事物 批斗孔老二 同一个人同一件事 某日的评价是睿智而英明 隔日的评价是独断而贪婪 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 需要甄别出来稳定的传承 如果我们以历史阶段来跟踪 中国文化的传承的话 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分散到了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地区 受占那干扰的越少的地方 文化的传承越稳定 在杭州附近的江南 在广东福建的客家族 甚至在日本 可能有更多唐宗文化的基因 黄河以北 可能更多是元明清三代 北方民族和中元民族 混合之后的文化基因 现代中国的文化的基因 包括1979年之前 近百年斗争的文化基因 和之后改革开放 注重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 二 自我认知和真实自我之间的鸿沟 我想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文化 应该都不反对四个词 勤劳 聪明 勇敢 善良 对于中国人这个强烈的共识 敢于挑战他的人 自鲁迅先生之后先有文艺 鲁迅先生的精神之所以可以存在 不仅因为他揭开了中国人的 民族列根八痕去直面 吶喊着提醒国人去改进 而且因为他和他那个时代都死了 我们需要否定那个时代 需要一个榜样去否定他 今天我们应该是光明而伟大的 我们应该是不吃人血馒头治疗肺病的中国人了 我们吃莲花轻温胶囊抗击corona新冠病毒 离科学应该是接近的一步 可是每个人敢不敢对着镜子 用事实和逻辑分析下自己的真实表现 恐怕是和自我认可的文化大相径庭了 4.我们勤劳吗 中国人真的很勤劳 全世界无人能及 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 历史上只要中国持续和平发展超过50年 必定是盛世 必定是GDP世界第一 都是因为我们是最勤劳的民族 斗争我们很喜欢 但不是我们民族的优势 历史上只要是内战或外战 都是血流成河民不聊生 中国人民多数都是过得非常凄惨 我们文化的跟踪 生命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后代 中国人不停地劳作 不停地攒钱 不停地买房子 像蜗牛一样慢慢爬 我们相信总有一天 后代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我们的孩子可以靠祖辈的财富吃利息 就可以过上好日子 为了这个未来 我们中国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生去劳动 更不要说什么周末假日了 在西班牙 我觉得周末开张的超市 一定是华人的超市 当地人宁可选择破产 也不在周末工作 大部分人到了周五中午 就开始周末生活了 中国人勤劳的竞争力 气得外国人牙根发痒 骂几句反华的话 也正常了 随便他 最近一个朋友给我吐槽 骂他的经理缺德 我说经理怎么缺德了 答案是 经理不给我安排周末上班 我想加班挣钱呢 很多国家的文化不是这样的 夸张的非洲 据说按周发工资 工人们领完工资就自动解散了 不来上班了 等把这笔钱花完了 没钱的时候再来工作 对很多民族来说 今天自己过的快乐 比什么都重要 难以置信 我们因为勤劳 而成为有些国家反华的理由 但它存在了 我们需要理解 这就是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性 五 我们聪明吗 我们有小聪明 这包括温州的发廊 义乌的小商品 我们迅速找到了降低成等的办法 包括不惜手段 仿制和造假 虽然整个行业的形象被拉低了 但领先造假者的小聪明 获得了大使会 我们还有精致的聪明 一路从幼儿园精致的学习到名牌大学 考试 加分 补课 一样不少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最优秀的 培养孩子择校 从高中 逆行到初中 到小学 到幼儿园 到胎教 据说现在富人要从找对象时 就测对方的基因 从遗传基因上都不能落后 长大后 我们成了北大的精英 清华的教授 人生的赢家 如上篇文章里的冯教授 他精致地迎合了社会的期望 预测出了2020年二季度 中国GDP将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的精彩篇章 可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 作为群体的时候 一点也不聪明 学习时期 精英会萃的成绩 和工作后的科技成果 不成比例 确定性地讲 许多领域的科技能力 远不如紧邻日本 6.我们勇敢吗 No 我们是最怂的中国人 经常可以看到报道 欺凌学生 欺凌家人 欺凌弱者 或者半夜偷袭仇人 很少看到公开挑战 比自己更有权力 更有力量的人 虽然转发文章时杀声震天 义愤填膺 还真没听说有人拦住外国人质问的 如果走出国门落了单 那我们中国人更是会改变立场 对外国人表现出自己高度的国际化和友好态度 在纽纽约地铁里看到强壮的黑人在地铁座位上躺着 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指责他 让他让出座位 但在我们的公交车上 红卫兵老流氓 掌握小朋友 逼人让座的事情 倒有过报道 本来我们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成长在和平年代 应该爱好和平远离利器的 但电子游戏让年轻人觉得打打杀杀很爽 很解气 很给力 他不知道宽容和道歉才是勇者的表现 在金钱和权力面前 我们怂得一地鸡毛 为了利益 我们可以一辈子不说一句真话 为了升官 我们可以跪下来给领导擦皮鞋 媒体被流量绑架 点击量背后是广告 是估值 是钱 所有的电子媒体被流量绑架的死死的 要想尽一切办法吸引眼球 所以标题比内容重要 内容比文化重要 媒体为了吸引眼球 必须魅俗 必须煽动情绪 必须像游戏一样 无知狂妄 或毫无道德底线 自北宋以来 一千年的时间 战争频发 朝代更迭 对外战争中 中国始终占据着人口和经济的优势 但战争结果是败多胜少 他们都是蛮夷 他们都是猎强 他们都是鬼子 他们每次都是战争的发动者 面对外国的敌人 我们太需要胜利了 所以对精神胜利迷恋到不能自拔 7.我们善良吗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善良 有的时候真的很善良 比如被欺负的时候 真能忍受 真的有胸怀 我们对不需要自己付出的事情也很善良 比如疫情初期 网上流传意大利华人的一封信 要中国派医疗队去 派专机去 因为他们是华侨 同学群里有人说 好可怜 我感动的想哭 我们对需要自己付出的弱者也是善良的 比如网络上的滴水仇 比如那个靠红十字会骗了不少钱的女网红 一旦有厉害关系 需要站队时 我很难说中国人是善良的 近代史 中国人在对内的斗争和杀戮中乐此不疲 比如太平天国各路人马的互杀 比如民国初期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 对弱者和失败者在古代中国的成语里有独特的文化含义 狠毒的令人不寒而栗 比如斩草除根 株连九族 以及莫须有 没有正义之争 没有标准之变 也不管能力大小 只看你是属于哪个派系的来决定生或死 文革中被红卫兵迫害致死的政治家 军事家不计其数 哪怕是人畜无害的文学家老舍 翻译家傅雷 也难逃被折磨到自杀的命运 一切黑暗的发生 都是以爱国爱民族爱主义的红色的名义 这次疫情 我们舆论也在不停地划线 不停地找批斗的对象 不停地为自己的胜利欢呼 开始分湖北人 武汉人 湖北外的中国人 依次提防 疫情初期是画出想离开武汉的外国人 想离开中国的中国人 疫情后半段 画出想回中国免费治病的华侨 再画出海外华人中的留学生 一次次千夫所指 一次次义愤填膺 基于被网络加工的抓眼球的报道 很有意思的是网上的评价方向 重要的不是对错 重要的是站在人多的队伍里 比如反美的帖子里 轻一色的咒骂美国 不同意见的都被打击为贵田美帝的汉奸 比如格隆研究里 文章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不能和美国脱钩 下面又是清一色的支持言论 不同意见被定义为脑残废材 我们从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正在演变为不敢去独立思考 中国需要现代哲学和现代价值观体系的建立 把我们从疯狂的自相矛盾的逻辑中解救出来 我们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发展向上而负责的 严肃的哲学家和文学家 而不仅仅是快手的大咖和带货的网红 过去40年 我们的国家建设得非常好 我们的人民做得非常好 我们的经济和民生都非常有希望了 我们不需要文人和名人讲假话来粉饰什么 我们需要讲真话 让行动和认知更加统一 我们的国家就能发展得更好 我们再也不要给中国人划线了 中国人斗中国人 以任何名义在任何时代都是错误的 都是低级的选择 都是愚昧的决定 我们都是一母同胞的中国人 有任何不能理解的方面 要多包含要耐心沟通 而不是轻易的就定义为阶级敌人 如果中国人斗中国人被鼓励 今天倒下的是他 明天倒下的可能就是你的亲生孩子 请不要砍下去 我们也不要怒气冲冲去否定西方了 正如我们坚决不接受西方强加价值观到中国人身上一样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西方的文明如何灿烂 正如个别西方政客不了解中华文明的坚韧和友好 不了解没关系 但不能跳着脚去骂战自己并不了解的文明 我们弱的时候没有被瓜分掉 我们强的时候也没有去入侵别国 那么为什么要因为假设敌人而去骂战呢 集体骂战的可怕之处是 假设敌人会被培养成真正的敌人 文明冲突一旦开始 死的人比冠状肺炎要多无数倍 尸骨累累中倒下的是你的后代 和那个你根本不认识的另一个异国家庭的孩子 杀死他们的就是不服来战者的嘴巴 我们需要认真地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 文明宗教和文化 按照一百年前五百年前一千年前去了解 去对比中国的文明 也许在航海时代来临之前 各大陆之间的文明缺乏沟通 也许历史上的文明也是多地开花各有异彩 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文化是鼓励人们去侵略他国的 人类不可能彻底消灭病毒 病毒也无法征服人类 在不同的生物之间 不同的国家之间 我们要接受这个并行的世界 我不能假定自己是唯一的伟大 那么不同的伟大之间需要尊重和理解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历史 特别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交好的历史 以及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冲突的问题 战争之前文明的冲突是怎么酝酿发酵的 我们需要思考是否有的战争可以避免 我们需要思考清朝末年 北京城居民恩海刺杀德国公使 我们需要思考八国联军进北京前 慈禧宣布和十一国开战 鼓励义和团杀传教士的那段历史 假如这些事情没有发生 那历史会怎样 我们需要研究现代互联网传媒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因为互联网的存在 一个偶然的事件 局部的事件 会迅速在网上被放大传播 引发各国愤青的个别政治家的兴奋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 国际关系需要冷静和深远的考虑 需要国家代表去沟通谈判 而不要被破碎的信息 掀起广泛的民意敌对 进一步裹挟了国家意志的对抗 当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是否需要思考如何减少敌意 9.未来的格局演变 A.核的格局 核的格局就是疫情之后 中西方在共同对付另一种生物 病毒的过程中 找到了关于生命价值观的共鸣 减弱了之前的意识形态的冲突 在疫情结束后 中国和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发生经济往来 继续全球化的发展 这种核的结局对中国是最好 中国已经有的超级产能 会继续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并且以后会形成中国的定价权优势 制造业利润的提升会推动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 制造业的升级在逐步的推进 制造业升级的成功 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活动空间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巨大改善 中国的独立自主 发展民生 消除贫困 获取了更大的成功 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中国 核的战略 我们应该了解一下日本的国际战略 我们播放了那么多抗日神剧 日本也没有天天谴责抗议中国人 他们选择核 美国扔了俩原子弹到日本 太平洋战争塞班岛之战 日军伤亡殆尽 老百姓最后选择跳海而亡 也不投降美军 然而战后的日本选择了核 国际关系的战略 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以色列 据说以色列在美国的企业家 有强大的游说力量 每次伊朗试图和美国交好 以色列人就用1979年 德黑兰绑架美国人质的事件 去说服美国不要和伊朗交好 外交是交往的交 交好的交 不是交锋的交 交锋的事交给国防部 谴责和斗嘴之后 我们要想想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B 分的格局 疫情之中全面陷入口水战的汪洋大海中 对西方列强无比气愤 气愤于他们的磊弱 嘲笑他们的无知 骄傲我们的强大 西方质疑中国对病毒的连带责任 同样气愤嘲笑中国 这种情绪在自媒体和官媒中被选择性放大 对立的情绪从少数人变为大多数 中西方互相感染 从网络的牢骚成为国家的意志 国际关系上 我们面临两个非常危险的因素 一个是之前的三国杀 是美苏争霸 那么中国处于一个有力的位置 被双方争取 现在俄罗斯已经弱得没资格去争霸了 反过来俄罗斯处于一个被美中拉拢的位置 第二是目前的友好国家 多数是处于利益的考虑 或者是在考虑如何增加自己和美国谈判的筹码 比如伊朗 俄国 朝鲜等 都在代价而沽 随时会选择弃这个 投那个 疫情之后 会很快 病毒的感染很可能来去如潮水 有可能5月中就会消失 西方发达国家重组供应链 各种政策疏远中国 这种玩法 国际贸易的主要采购方增加了采购成本 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会欢呼雀跃地 接受制造业的订单 比如越南 印尼 印度 菲律宾等 中国回到了相对隔离的状态 未来参考伊朗 对中国而言 何则大受益 分则大损害 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去思考 如何去表达 如何去沟通 文化墙则中国墙 产生于中原内地的文化 要警醒如何破解对外交流的难题 每个中国人的言情 组成了中国文化的国家符号 未来变局 看每个人如何选择